那么这个网友是这么说 中国的网友是厉害 我特别爱看很多事件网友对事情的评论 因为每个网友都有他自己的思想角度和说话角度 所以有些网友说出来的话就震聋发聩 比如有网友就评论这件事 说人家都是拿老婆的钱去养小三 说这个倒好 这个是拿小三的钱来养老婆 说真的传播正能量 这是一种调侃的说法了 当然这个也不是正能量了 但是起码他跟我们知道以前的那个生活状态 拿家里的钱去养个小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薛之谦跟李宇童俩人合作开网店以后 薛之谦突然就宣布 就宣布就说哥他的前妻又和好了 那么这李宇童就过不去了 说你跟我这弄了这么些日子 咱俩都把这网店做起来又发了财了 你突然又宣布跟我不好 你又回去了 你又跟你的前妻又弄到一起去呢 那么这时候呢李宇童就认为 那钱是我们挣的 这钱有我一份 那你把这个我的钱都拿走了 给你的前妻 那我心里就过不去 就患了严重的抑郁症 据说还怀了孕 还把孩子给打掉 那么这些口水之障 我们现在不是法院 我们也没法去看这些证据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先就网上公开的这个信息呢 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 这件事首先是 李宇童跟薛之谦之间呢 没有形成一个法律关系 如果他们俩在开网店的时候 已经有了一个法律关系 就是说你领了结婚证 那后面的事情就不是这样 那现在你跟你的前妻 虽然离婚了 办了首席 但是你复婚呢 就是严格说复婚跟结婚没有区别 你跟你的前妻 这个复婚和结婚 是一样的事情 那么你复婚以后呢 你把跟这个女孩子一块合作 开网店的钱呢 带走的话 那么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的公众舆论 对这个事是不容的 公众的认知啊 全世界公众的认知 都倾向于一种朴素的认知 他不考虑的司法上 应该谁占多大比例 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他只考虑 我们感情上能不能接受这件事 如果说 薛和李两个人共同在这个社会上打拼 创下一份家业 然后你把这个家业全部带走给你的前妻 那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出现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叫阴谋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 你要把挣来的钱带走 我想啊 两个人在一起分开 都是随时都有这个权利 因为你没有结婚嘛 你没有法律义务要 要在婚变的时候啊 要采取财产分割 你只是两个人混在一起 那么就是看谁能出示证据 去在法律上啊 征得自己合法的权益 那现在女方认为 这个网店是我们开的 我有50%的股份 你有50%的股份 你不能把我跟你打拼下来的 这个财产全部带走 那么男方呢 是不是全部带走了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对于公众看见这件事而言 公众认为是男人骗了女人 前面那个案子是女人骗了男人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社会 这类的事呢 这个很多 其实它不是越来越多 它是很多 是因为信息社会会把这类事放大 我们过去有这类事 只限于一种这个局部地区的认知 比如这个单位的人知道这个事 出了单位谁都不知道 或者这个社区人家都知道 都是天天大妈在那传 这个一个社区出了问题 这个社区的人都知道 它也不会传到社会当中 但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社会呢 会把一些很私人化的事情 传到全国人所皆知 你比如啊 这个马荣和王宝强这个事 这个事去年就开始闹 去年的夏天闹到今年 王宝强突然就在网上宣布 就说我要声明离婚 说我妻子出轨 跟我的经纪人 这个很快他就解除了 他跟老婆和这个经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比较复杂 它不是两个单纯人之间关系 跟翟欣欣和苏小茂不一样啊 它是一个三角之间的关系 那么现在的消息是啊 就是前一日的宋哲 因为植物侵占罪被抓啊 这个将来这个自由公论 大家都看得到 它会有一个结局 那么马荣认为我们的婚姻呢 还是有感情的 我也不愿意离婚 这些事都是由他们自己去处理 我们这个也不能假设问题 问题是不能假设的 问题发生就发生 没发生就没发生 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在他们这场婚姻 婚变当中 它的有什么道理存在 我老说婚变是我们人类啊 这个婚姻行为中 一个最正常的状态 大部分人的婚姻 都在一生中啊 都会磕磕绊绊 很少有一个就是 如交似妻的白头到老 从结婚那天起 就跟每天都跟新婚一样 这种可能性 微乎其微 也不是说没有 有 微乎其微 但大部分人 在婚姻中都会有磕磕绊绊 磕绊绊 如果到了个极限状态 那只好一分两散 对吧 所以婚变这个事 全社会都能容忍 不仅是今天的社会容忍 在中国过去古代社会 都能容忍婚变 但问题是 两个人结婚 婚变这个问题 不能事先设计的 尤其不能介入 第三者参与设计 我说王宝强的婚姻 和马荣这个婚姻 中间加这个宋哲 主要的问题是在这 它里头有阴谋 有阴谋就超越了 两个人之间感情的 结合和分裂 感情是可以结合的 也可以分裂的 这个每个人在这个漫长的婚姻道路中 有可能是双方不和 八字不和 生肖不和 血型不和 星座不和 分了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介入 比如财产问题 突然有人变成巨富 比如有其他的人的介入 比如我又这个 男性又碰到漂亮的女性 女性又碰到有才的男性 都可能导致婚变 但如果在婚姻 这个人类 文明社会的最干净的一个关系中 设计出来一个第三者 而要侵吞你的财产 利用婚姻侵吞财产 是今天的社会 乃至全 从古到今的社会所不容 我们仔细想 这三个案子 第一个 翟欣欣案 第二个 是这个薛之谦案 第三个是王宝强案 这三个案子之间 直接引起薛人大波的 并不是他们之间的情感问题 而是财产 财产是我们今天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所以天天有人教你怎么样的发财 怎么样的财务自由 天天有人告诉你谁是首富 那些首富我跟你说 跟你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天天有人给你设立一个小目标 而这个小目标 有可能你终身拿不到 但爱情每个人都有 多穷的人 就人过去的 连叫花子都有爱情 所以爱情跟财产一旦绑在一起 很多事情是说不太清楚的 我们大部分的成年人 如果在生活中 突然有一段时间陷入一种愚钝状态 一定是陷入了爱情状态 无论男女 只要是他真的觉得 他自个儿进入了一个爱情状态 他马上智力就变得非常的低下 苏小茂是一个 对不对 我觉得王宝强也算一个 这样说他对他不公 但是他确实因为有爱情 迷住了他的双眼 所以他就变得比较迟钝 我们先不能说他变得比较愚蠢 愚蠢的话有点伤人 但是他们确实变得非常迟钝 你想想 这个苏小茂这样一个人 优秀的程序员 你不能说他不聪明 他比一般人都聪明 他是天才程序员 他智商在很多人之上 但是他面对翟欣欣这样一个女子 他一点辨识能力都没有 他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怎么想 对方这样管他要钱的情况下 他认为钱能买来爱情 所以自己变得非常的愚钝 人在情感面前变得愚钝 是从古道军有定论的 比如西方人认为 在所有的间谍当中 成本最低的就是色情间谍 很多年以前大概是1960几年 1970几年的时候 有一本写前苏联的色情间谍的书 那个书名就叫色情间谍 那个书里就是在讲 人怎么利用情感获得对方的信任 所以色情间谍在获得 情报的成本上 是在所有间谍中最低的 它为什么最低呢 就因为情感能迷住对方的双眼 他就真的相信这个爱情就来了 他有这种训练 我们古代也有 古代36纪中有一个纪叫什么 叫美人纪 美人纪就是用这种色相 或者用你的出众的相貌 迷惑对方 比如我们知道的西施 貂蝉都属于这类 我们过去最好的一个方法 跟少数民族最好的方法 就是和亲 把自个的像文成公主 把自个的公主嫁出去 让获得对方的一个信任 那么我们再仔细想想 什么是爱情 爱情就是两个人都愚钝 两个人都变得比较愚蠢的时候 这爱情就真的来了 如果只有一个人愚钝 另一个人非常的清醒在设计 那就是欺骗 我想苏享茂 王宝强 薛之谦 这三个案件 三个社会上比较关注的事件 都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提示 最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 是他们三个猫 你看这三角关系 都互相很警觉 互相算计 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评估自己的能力 找一个跟自己对应的人 那么我们过去 我们讲过启公先生 启公先生呢 这个自己的婚姻是包办的 包括胡适先生 婚姻都是包办的 人家也能安稳的 和和美美的过完一生 人家也有爱情 人家里没有欺骗 那么我现在所说的啊 就是爱情啊 部分男女 我们对女权主义者也是这个态度 不要认为我们说的话 是男人选择女人的较为爱情 女人没有权利选择男人 一样 不是这个问题 今天男女之间都可以自由的去选择 你当你认为 不管你是男的 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你认为一个伟大的爱情 向你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的时候 一定要清晰的有一个头脑 要考虑这是不是爱情 我们说了很多啊 说了很多呢 这个盒子摆半天了 你们要能猜出来 我为爱情选什么样的一个文物 那就算你们本事 谁猜出来 我就可以送给谁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与爱情相关的文物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拿出来的时候 你也未必能想清楚这是什么 跟爱情有关 打开让你们看一看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不是麻将 这肯定不是麻将 过去这东西满街都是 北京的胡同里上海的李弄里都有人天天的一天到晚沉鱼于此 而今天很少看到了 这就是排酒 排酒呢跟麻将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排酒到今天呢不这个不流行了 不流行了 过去排酒非常的流行 甚至影响我们的语言 排酒有32颗排 32颗排 很有意思 它有红白两点 红白两点 你们可以看看 这是排酒 这是一副清代的 紫檀的 一副排酒 有多少人摸过这个排酒 我是不是很清楚的 据说这个排酒是由头子 头子就是骰子 演变而来的 但排酒的数量呢远远的超于它 这个排酒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它比麻将简单 比麻将打起来快 它比麻将打起来快 它只有32张牌 你想麻将108张牌是它的三倍 所以它打起来比较快 所以排酒不叫打牌 叫推排酒 要推排酒 那么它两个六点就拼成了一个天牌 两个腰点就拼成了地牌 一个六点和一个五点就拼成了虎头 它有各种说法 你知道过去上海人玩骨牌 影响到对一些职业的称呼 你如果读民国的小说 它上面有长三一二 都来自于排酒 长三一二呢指的是过去的这个红灯区啊 青楼里的这个女子啊 长三一二是它的等级 我们这个有机会啊 再去讲讲它这个怎么形成的 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在北京胡同里还看得过老太太们打这个排酒 打排酒后来有一阵子比较新用纸牌去打 也是这种排酒啊 这种推排酒呢 是一个 是一个过去非常普及的一种 这个玩法 这玩法有两种 一种是大排酒 一种是小排酒 大排酒是四张牌 小排酒是两张牌 跟庄家对赌 所以两张牌 两张牌呢 就一翻一瞪眼 它打起来比较容易 我们为什么把这样一个牌 跟我们今天谈到主题 这个结合在一起呢 人生啊 跟这个骨牌啊 跟牌酒没什么区别 跟麻将也没什么区别 跟扑克也没什么区别 就是当你抓得一收好牌的时候 这样也不要把它打烂了 我们今天举的